全球各地激烈争论废不废除死刑之计 今年的法国康城影展出现两部来自亚洲的影片 不约而同的讨论死刑题材 其中来自死刑制度最严苛的新加坡 新锐导演乌俊峰指导的影片 门徒就刻画出主角要派到监狱之后 成为一名死刑执行人门徒的过程 探讨人心探讨内心纠结 让观众深思人权基本价值观 这部以马来语为主的影片更入围康城影展的竞赛单元 好评如潮 死刑是否剖夺生命权 这种制度的存在是否有为人权基本价值观呢 有新加坡导演新人王称号的乌俊峰 耗时五年拍摄了第二部电影门徒 入围了本届康城影展一种注目单元 电影主角不是死刑犯 而是着重在死刑执行人门徒的内心纠结与故事 整部影片探讨的正是心灵与生命权的大命题 吴俊峰花费五年制作门徒期间 大部分时间是在搜集资料 回忆起前期工作时 接触一名死刑执行人过程 吴俊峰感到颤抖 因为这名死刑执行人 于想象中有很大出入 导致他撰写剧本任务 一度停摆三个月 影片门徒预计今年年底全球上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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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